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就意味着高门大族子弟们 你只要凭借你的家世背景 你只要你家里有有人在草中有靠山 你只要是这样的一个家庭出身的一个人 哪怕你无知无识缺德少财 你都可以关聚高位 或者你都可以得到轻而易举的得到 得到财富 得到女人 那么从史书的记载当中 甚至有记载说 那些有生理学意义上的白痴 注意是生理学意义上的白痴 不是形容词 只要你出身高贵 只要你有家世背景 你都可以做大官 或者你都可以发大财 我们大家知道 西晋的王国皇帝 就是那个晋慧帝是吧 它是一个生理学意义上的白痴 东晋的王国皇帝叫晋安帝 它也是一个生理学意义上的白痴 这种皇位上边坐着白痴的情形 其实就是这种高品无寒门 下品无氏族这种社会现实 一个集中表现 是吧 那么仅仅因为出身高贵 然后就可以非常简单 非常容易的占据大量的社会资源 它一定会导致这个社会上下流动的通道 被堵塞 被垄断 使得那些出身寒门 比较普通人家里出身的人 不管你多么有才能 不管你多么叫什么学富武车 没有用 也不管你多么品德出众 没有用 就这样 就一定会导致这个社会的这种动荡和不安 那么这些高门大户的子弟们 在这种情形之下 他们是很少有成器的 是吧 因为他不需要 他不需要努力 他既不需要努力地学习知识 他也不需要努力地学习武艺 他也不需要努力地掌握任何技能 他也不需要有什么才干 因为他们生下来 他就是嘴里含着金 这个什么嘴里含着这个金耕词生下来的是吧 所以他们生下来 他们就注定了可以占据社会当中那些最好的位置 都是给他们留着的 在政策上在法律上在国家 什么制度上面就是给他们预备的 那么就导致这些人 无德无财 无知无事 但是他们特殊的懂得生活 特殊的知道怎么样花样摆出了 来享受人生 比如说当时男人们吃药 饮酒 大家知道这个所谓吃药 是指的那个特定的药 就是能够 能够让它成神仙的那种药 能够白日飞生 能够长生不老的药 比方说在历史上最有名的 就是那个叫什么五十散 是吧 那个五十散 其实用今天科学的眼光来看 那个五十散那边 根本就是五种剧毒的这种重金属 那么人们把它活在一起 按照一定的比例活在一起 用一定的方式给它加工 把它之后去吃 然后说是可以长生不老 大量的饮酒 然后男人们吐口红擦胭子 男生女态 史书上形容这些人 当时的这个上层贵族们的这些人 叫做肤脆骨柔 不堪行步 什么意思 就是他们的皮肤是脆的 骨头是柔软的 连走路都自己都走不了 需要出路走路什么 需要人来扶着他 那么这种情况 他们就被认为是最高贵的一种风度 最高贵的一种气质 然后大家比着 就是盼比一样看谁更弱不清风 事实上就是一批真正的人渣和废物嘛 那么一般来说这种情形 这种高品无寒门下品无氏族的这种情形 在很特殊的情况下才会被打破 大家还记得我们在讲到南北朝时期 南朝的那个宋其良臣的那些开国皇帝吗 比方说那个刘豫 大家还记得对吧 开创了这个南朝宋的开国皇帝刘豫 他就是出生寒门 是普通人家出生 很低贱的一种家庭背景 最后一个短命王朝宋其良臣 最后一个短命王朝臣的开创者 那个臣霸仙 我已经跟他讲过 也是从出生最底层的这种寒门出生 然后逆袭上位成为一个朝外的开创者 做了皇帝 但是这种情况是属于那种极其特殊的情况 它表明你只有通过这种战场上的这个厮杀 通过这种一刀一枪 通过什么你的这种拼了命的 刀头天血的奋斗 你才有可能改变你的这个社会地位 然后从社会最底层一步一步的到社会最底层 这种情况其实是这个社会 动荡不安的一种表现 而它不可能是成为一个社会常态的 但是当着权贵阶层们 他们把整个社会上升的通道给你堵塞和垄断在他们手里之后 这个社会就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 它没有可能是安定和谐的 对不对 一般说起来 一个国家的管理是否有效 它归根结底是取决于实施那些管理们的管理 这是第一 那么第二 这些管理们他们是否称职 又取决于任命和制约这些管理的制度和程序 对不对 我相信身处其中的岁月里边 杨坚一定是已经深切的了解到了这种极致的弊端 所以他做了皇帝之后 他才很快的对这种极致痛下杀手 他做皇帝的开皇三年 也就是他做皇帝的第三年 他就下令废除九平中正制 然后撤销所有中正们的职权 这可是把一大批权贵们的那种生财之道 被他给整个堵死了 被他整个给消掉 不要了这个制度 这个制度太烂 已经烂到根上了 所以被他整个给消掉了 同时 他又针对这些官场上面的这些弊端就规定 各级官员们不许到自己的家乡任职 不许待15岁以上的家人复任 任期三年 不许重任 不许连任 然后他把选拔和任命各级官吏们的那个权利 给收到了中央政府的吏部 就做了这样的一些变革革新 要知道他做的这个每一项的规定 都把这些各门各类的这些官员们 鱼肉和收花百姓的那个路给夺死掉 到了隋文帝阳间做皇帝的第七年 就是开皇七年 公元587年 这个阳间就下达了另外一个命令 就是要求全国的每一个州 每年举荐商的人到中央来 特别优异者 他们举荐的特别优异者 可以参加秀才科的考试 然后被选拔为官员 这就是科举制度形成的雏形之一 另外又过了一些年 这个阳间就下令 无品以上的金官和宗管 次使们 他们可以以下列两颗来推荐人才 一个叫自行修锦科 就是属于那种自我修养非常好 然后为人处事清正联名谨慎 这算是一颗 还有一颗叫做清贫干计科 就是有才能 然后人品好而且有才能 这也算是一颗 以科举事 以科举事科举科举 这就是科举制度的雏形 就是从这开始的 那么从史料上面来判断 公元595年 就是这个隋文帝开皇15年 曾经进行过一次考试 在这个考试当中 在这个记载当中 就提到了功名和彼士 这可能就是最早的秀才课的考试 当时这个考试是分成明经和进士 这两颗考试 这两颗考试 其实这已经开创了这个 科学考试的这个雏形 这个时期可能已经开始了这样的 以科举事的这样的一种考试 旧唐书在初唐时代名气非常大的 那个展相 就李世民的那个最终银梗梗的那个展相 也算得上是一位古代名臣名相 那个房玄陵 旧唐书房玄陵传上面就记载 房玄陵年十八 本周举尽事 然后授予其位什么什么 这一类的记载 那如果用年龄来推算回去的话 这个时间 房玄陵十八岁的这个时间 就是隋文帝阳间执政的开皇年间 也就是说是从公元581年到公元600年之间 这个时候可能就已经有了这个秀才和 就是可能已经有了秀才进士明经这三科的科举考试 那么也就从这个从如果从这样考证起来的话 那么科举考试这个制度它不是始涉于水阳帝时代 而是在水阳帝的父亲水文帝阳间的时代已经开始了 这一系列的制度创新大家千万不要小看 千万不要因为后来鲁迅先生写的那个孔一级里头 把那个科举考试那么直观的腐朽没落成的 那么那样的一种情形 就以为科举考试从来都这样不是的 科举考试在阳间建立这个制度雏形的时候 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制度创新 它具有革命性的力量和意义 它最基本的一个意义 就是豪门贵族和权贵们对国家权力垄断的第一次被剥夺 就是只有是自己人 只有是自己圈子里边的人 只有是自己的这个任人为亲的人才能做官的这个弊病 第一次得到了有效的消解 虽然这还仅仅是开始 但是一种任人为贤任人为财的这个制度 已经露出来了非常令人鼓舞的这种下光和蜀色 这样的一个制度 它不但在中国是最先进的 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是最先进的 就是人类第一次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 而不是因为血统和恩赐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从此以后 在上千年的时间里 这项制度从出身底层的平民百姓 从普通人当中 为国家治理选拔出了无数优秀的人才 只有到了明清时代 这项制度已经实行了将近一千年了以后 到了明清时代 科举制度才日益演变了一塌糊涂 才开始演变成了 鲁迅先生所写的那个孔一级里头的那幅形象 那副模样 但是后来的演变 丝毫不应该妨碍它 曾经有过的真正的伟大 和真正意义上面的进步 对吧 而这一项制度 后来被欧洲的那些先进国家们给学过去 就形成了他们自己后来的这个文官选拔制度 这项制度是一项走出了国界 产生了世界级影响的一项革新 这项革新就开始这样的演出那边 非常伟大 非常了不起的一个革新 只有真正伟大的政治家 才能做出来这样的革新和进步 我们以前曾经讲过那个书戳 代替宇文泰起草文告 就曾经在那个六条诏书里边 在他起草的一系列诏书里边 就曾经宣告过 今之选举者当不限之恩 为在得人 什么意思 就是从今以后我们选拔人才 我们选拔这个官吏 我们选拔任命这个干部的时候 不限于资历 不限于你们的家庭背景 我们只要选拔出来真正的人才 这其实就是在 都处当时的这个帝国 大家要不拘一格地授求人才 用人才来治理这个国家 而不是用任人为亲来治理这个国家 这种文告 它能仅仅停留在宣言上面 仅仅停留在口头上面 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只有形成了史堂的制度 它才能够大显神通 事实上 就是因为这个制度的实施和普及 才在全国范围内 打开了让人才脱颖而出的大门 那么我们知道 一个豪迈奔放 一个高歌猛进 一个超越了任何时代的大唐盛世 是因为有这样的人才制度的实施和普及 它才会降临到中国大帝的 否则的话 看看书七良辰那些朝代 你就会知道 没有这样制度上 真正的制度上的革新 从根本上的革新的话 是没有可能达到这种伟大的进步的 那么 由隋文立扬间 进行了这样的制度革新以后 又过去了一千两百多年 欧洲有一位伟大的期盟运动者 对杨坚的这个举动给予了崇高的赞美 他认为他的深层精神 直接教会了西方人欧洲人建立现代文官制度 然后过了一千五百年 从杨坚那个时代 过了一千五百年之后 一个美国学者就非常冷静地指出来说 这项制度是中国给世界的伟大礼物 它对世界的影响超过了功耗福祉 不知道多少倍 杨坚当政的晚期曾经下定废族太学 四门学和周县学那些官办学校 只保留了国子学一所和七十二位学生 后来这件事情受到了猛烈的抨击 甚至直到今天还有学者认为 这是隋文立杨坚的一大必正 其实这种说法挺扯断的 实事求是的说这种说法挺扯断的 因为这个举措很有可能 和他的上述的制度变革的思路是一致的 那么有不止一种史料都曾经谈到过 当时的所谓儒学教育 也是基本垄断在的那些四家大族手中 所以他就使真正的那些学者 变成了珍惜动物 那么怎么讲法 就是这些贵族子弟们 他们大多数叫做不学武术 然后为了求得那个出人头地 他们有的时候 反正就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 很多作弊的手段 其实在那个时代也已经都有了 然后抄袭呀 剽窃呀 枪手呀 捉刀 那个来 让人家把他们推荐给什么这些官员 就是那个选拔官员的这些人 当时已经成了很普遍的现象 那么杨坚也曾经对这些学校和这个儒学教育 曾经寄托了很大的希望 他希望能够通过这些东西 能够选举出来 选拔出来真正的人才 那么等到他只了解到了这些情形了之后 他非常动心 也非常失望 他就认为这些这样培养出来的这些学生 既不可能成为人们道德上的典范 也不可能成为真正能干的官吏 所以还不如把它撤掉 免得浪费民脂民膏 那么就从这个大量的历史记载当中 我们可以知道 儒学教育 确确实实是在历朝历太里面 都是培养了一个为道学家 和为君子的一个有效途径 《福林外史》当中描述的那一切 绝对不仅仅是在明朝的那一段时间里面 在明清的那一段时间里面 他也绝不仅仅是在一石一地 杨贤没有冤枉他们 其实他的做法非常明智 这样的一个制度被割除 然后开始用这种科举制度 把整个社会上下流动的这个通道 向整个社会向全国插开来 我再说一遍 这是隋唐能够成为一个伟大时代的一个基本的制度革新 或者反过来说也可以成立 就是隋唐大时代能够有那样伟大的气象 和这种社会上升的通道被打开 相对形成的相对公平的这种人才脱颖而出的机制 是隋唐大时代能够形成的伟大格局的基本条件 反过来说 没有这样的基本条件 也不可能有隋唐大时代的伟大气魄 这种情况我们只要往回 稍微看一下宋西良辰那些短面王朝的那个发展史 你就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出来这一点 杨兼的另外一项制度建设 也获得了这种广泛的称许 就是他把那个汉 就是秦汉 特别是汉位以来 汉朝和这个位子 朝位以来 那种个人开辅事的这个三公九卿制 他也给废除了 废除了之后就建立起来的那种机构事的这种 三省六部制的这一个格局 这是对宰相之路的改革 汉位时期 就是秦汉以后 这个宰相的地位很崇高 个人的权力很大 所以他对整个国家的管理 也就自然有非常巨大的影响 杨兼的这个做法 从他本身的动机推测起来 他其实是为了削弱这个宰相的影响 然后加强他这个军权的这样的一种 这样的一种原始动机 所以他就用三个机构取代了宰相的地位和权力 这三个机构当时叫内始省 门下省和上书省 内始省后来就变成了中书省 它是这个国家方针大计的这个决策机构 门下省是一个审议机构 就是你中书省确定了一个什么样的方针 一个什么样的政策 要到门下省去审议 他和中书省是平级的 你确定了一个提案 我来审议 他有权力驳回中书省的决定 驳回中书省做的这种规划 然后如果在他那通过了 由上书省来执行这些政策和方针 来 那么这样一来 就是形成了一种明显的具有互相牵制 互相平衡这样的效果 这样的一种政治设计 这样的一种权力设计 显然是来自这个杨坚取得 最高权力的经验 和他想要扩大君主集权 防止沉下美大不掉的意图 是密切相关的 但是 虽然他本身的意图是这样的 但是这样的制度设计 就是 这种明显具有互相牵制和平衡效果的制度设计 对于权力的正当使用 不要乱来 就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 而这样的作用 这样的促进作用 这样的制度设计 也对隋唐大时代的这种宏大格局的形成 具有巨大的推进作用 这个推进作用是怎么形成的 它对后来的这种整个隋唐大时代的这种宏大格局的形成 起着什么样的这样的作用 好 我们下次再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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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